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八路军曾刺刀剑红令鬼子相当 美苏军队也自愧不如 第一军行作者 观议者 在许多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 日本兵与中国军人 拼刺刀的场面十分常见 而在二战的战场中也实际如此 日军擅长拼刺刀 少有部队能与之争锋 然而也不全如此 日军在面对美军或俄军时 就不大敢进行刺刀肉搏 另外 令国人自豪的是 当年我国八路军中 也有一支部队在拼刺刀方面 让日军怀疑过人生 虽然日本兵个头矮小 但身体都比较壮实 而且日本兵因平时就注重于 拼杀训练 所以在拼刺刀的技术上也非常高 在长达13年的艰难抗战历程中 在日军刺刀下牺牲的中国士兵 及平民是数不胜数 日本陆军士兵都随身佩戴了一种特殊的匕首 这种匕首如果装在三八大概步枪上时 就成为了令人胆寒的刺刀 由此可见 拼刺刀已经成为了他们一种日常战术 这也是日军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资料图日军拼刺刀固然厉害 但事上任何事都没有绝对 俗话说 一物相一物就是这个道理 在二战战场上 日军在面临美军或前苏联军队时 两出刺刀却变成了自己的噩梦 美日两国在太平洋战场进行过多次惨烈的战斗 每当两军侠鹿相逢时 因在中远距离作战时 日军的武器装备对于美军并不占优势 因此日军就想过要在拼刺刀方面 让美国大兵吃苦头 刚开始的几场战斗 牛高马大 美国大兵在与身材矮小 但脚尖敏捷的日本兵拼刺刀时 因不管是在技战术上 还是勇猛程度上都不如对方 所以每次都是较苦连天 1944年9月到11月之间 美日在贝里流倒 展开了多场殊死搏斗 贝里流倒气候吃热难当 又患目丛生 正是和身材小巧又灵活的日军 日方最常用的战术是 每次在丛林的掩护下 狡猾的日军攻着腰悄悄向前推进 然后在瞬间端起次刀跃出来 向美军杀过去 骄傲的美国大兵 从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 平时也少有面对面的搏杀练习 在导战中肯定落在下风 因此日军的刺刀冲锋 每次都让美军成为了可怜的兵蛋子 美军碰上便一击击溃 资料图美军失欠长治 专门为近距离拼刺刀制定了一套战术 很简单 就是紧急从国内调运来一批手枪 然后人手一把 手枪轻巧 携带方便 射击角度 前方位无死角 更重要的是 因手枪的射击力度较弱 就算子弹射进了日本兵的身体后 也不会穿透而误伤自己战友 因此 在遇上日本兵叫嚣着冲锋时 美国大兵拔枪便干 纷纷抬手一枪打 的日本兵屁股尿流 并不给他们留展式刀法的时间 另外 手枪每个弹架只有八发子弹 子弹也常常卡壳 但当时美军团结一心 自发的结尾战斗小组 在换弹架时相互提供掩护 此后 日军就再也不敢与美军进行近距离作战了 日本与前苏 连之间进行的战役 主要发生在诺门侃 战斗双方是日本关东军 与朱克普指挥的苏联红军 在帝市开阔的诺门侃 日军面对苏军的机械化部队没有招架之力 因此也想找机会与苏军拼刺刀 但苏联红军的作战方式 虽然简单粗暴 却极为有效 地上是由T34坦克构成的钢铁洪流 对日军进行无情的碾压 天上有拉格三间力的怪叫着向日军俯冲头弹 让日军毫无还手之力 当然 士兵偶有机会对敌 但在没有任何掩体的诺门侃战场上 苏军的机枪便发挥了功用 毫不留情地将日军突突掉便是 资料图一上是美国与前苏联军队与日军作战情况 但二战中 陆军作战的主战场还是在中国 其中 八路军有一支钢铁部队 真正展现了与日军拼刺刀的亮剑精神 这是百团大战中的一次战斗 1940年10月 八路军的一个连在于林地区对日军设服 但因掩蔽工作没有十分到位而被迫提早展开了肉搏战 后来 该连与日军一个步兵小队拼上了刺刀 在持续了近两小时的白刃战中 该连队杀红了眼 最终将近50名日本兵送上了西天 而自己持损员 20多名 之后 该连被上级授予了白刃格斗英雄连的称号 现编制为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 谋履三嬴八连 二战中 中美苏对日本法西斯强盗 联手进行了绞杀 而中国八路军在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的情况下 那种 逢敌亮剑的精神 更值得后人称道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 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